大家早上蒙恩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是否时常想要放弃呢 比如说当我们一直重犯同样的罪 一直找不到答案 祷告一直没有得应运 一直面对挫败 一直努力却没有看到果子 或者人一直给你失望 这时我们人性一般上都会想要放弃的 最辛苦的是想放弃却放弃不了 因此时常感到很愁烦 几天前有位姐妹告诉我说 她也很想放弃她的服事 做个普通的信徒就好 当我听她这么一说 心里就很体恤她 我知道很多人也何尝想要放弃的感觉 各位 我们在地上必有劳苦重担 无论是在内心或外在 我们都渴望从生活的疲乏和愁烦中得到安息的 但所谓安息 不是问题马上得到解决 环境马上改变 或者逃避就可以得安息了 乃是在心灵得到饱足 就像在耶利米书31章25节说 疲乏的人我使他保育 愁烦的人我使他知足 各位 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 叫我们不要放弃 乃得着安息 但是在现实上 要如何得安息呢 其实 无论我们现在得安息 或是将来才能得安息 耶稣以非常真实的方式 给所有劳苦和重担的人安息 那就是要来到他的面前了 在马太福音11章28节 凡劳苦但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各位 这事实是比我们的现况 还要更真实了 因为耶稣基督 已经给了我们 福音的安息 使那常累我们的罪恶 和重担都停止 即使我们在地上的增长 有多么难 多么使你想要放弃 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 将一切主权都交给他 要知道 上帝会在你最需要的时候 给你恩典 即使在你最糟糕的时刻 你也是足够的 但是我又发现 要领受这福音的安息 必定要经过征战的 因为在这个时代 要得安息真的是越来越难 这时代有互联网 手机 人的成功 潮流文化等等 这些东西都在分散 我们的注意力 失去爱主的心 失去火热的心 失去对神的话的信心 所以西伯来书四章十一节 告诉我们说 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 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 跌倒了 传道十五章十二节也说 劳碌的人不知吃多吃少 睡得香甜 不足人的丰满 却不容他睡觉 各位 征战虽然劳苦 但却是有益处 将我们更是来到主面前 不依靠自己感觉或实力才能 乃是竭力祷告 进入福音的安息里面 这是最甜蜜了 倘若我们不竭力 追求在福音的安息里 而是世界给的安息 很快 我们就会跟世界同化 被生活的忙碌 罪恶 文化 都吞吃我们的信心 那时我们心里 更是不得安息 因为我们自己的需要太多了 怎么能得安息呢 虽然如此 神与我们同在 祂希望我们不要放弃 在这个时代 我们总是找不到完全的安息 尤其在我们感到疲乏和忧愁 为什么呢 其实不是单单 环境、人或软弱 给我们的疲乏和愁烦 而是我们基督徒 有长久在属灵的征战里 有时要跟自己肉体的情欲征战 有时要跟环境所带来的忙碌 和需求征战 使我们身心灵都耗尽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经常感到很疲乏 愁烦的理由 当我们感到疲乏、愁烦时 就会被诱惑 想要放弃的原因了 虽然如此 但祝希望我们不要放弃 不放弃并不是一种意志力 或给什么口号 不要放弃 换句话说 就是要干强 但我们总是认为 放弃还是比要干强 还要容易一些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还不明白干强的理由 我们可能认为干强的理由 是为了要能够克服 能够得到突破 能有更好的前进 或为了某人来改变 其实这像是变成一种急迫的理由 造成没有办法要干强起来 若是这样想 我们的干强还是有限的 主要我们干强的理由 背后是为了主的选民 为了困苦流利的人 为了福音的缘故 福音的传递 所以不得不要反事忍耐 不得不要靠主的话和恩典上来干强起来 各位来思想 你的软弱犯罪 挫败等 虽然有管教 有要更新 成圣的地方 但最终 都是神为了要使用你 祝福你 给你冠冕 这是主放进我们灵魂的目的 因着这个目的 这个理由 我们才不放弃 那要干强起来 即使问题没有离开 我们更是依靠神的话 怎么对我们说 怎么应许我们 然后天天靠着主够用的恩典而活 我们心灵的力量 才能够干强起来 能够面对长久的征战 长久的等待 长久人的敌对 逼迫教会的难处 内忧 坏患 四面仇敌的时候了 当然要信靠那看不见的主 的确不容易 但主耶稣告诉我们说 我们并不孤单 因为我们是被许多的见证人包围着 他们同样和我们遭受试炼 跌倒又在跌倒 失败又在失败 软弱又在软弱 等待又在等待 但是主一直在最艰难的时刻 帮助他们 给他们希望和力量度过 因主他是明白 他们征战的辛苦 所以重要是 我们在征战时 多思想 主耶稣的死和复活 像是在西伯来书12章3节说 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 你们要思想 免得疲倦灰心 是的 我们都思想主的死而复活 无论在多么糟糕的观景 主的爱 主的帮助 主的带领 主的恩典 会赐给我们的 使你能够得安息 得饱足 所以各位 我们在地上的征战 会越来越猛烈的 越来越累 但是不要放弃 主要我们干强 我们只管仰望 那创始成中的主耶稣 守住所信的道 为真道打那美好的战 神的话绝对不会落空的 就像主在西伯来书10章35到36节告诉我们 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 存这样的心 必得大赏赐 你们必须忍耐 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 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了 所以弟兄姐妹们 但愿我们能够从主 得着一个不放弃的心 也就是一个刚强的心了 谢谢大家